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全台湾只有这么一辆搞怪机车 台南艺术大学有位副教授在机车上头插了一只大铁扒 要借此反奉抓扒子的文化 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副教授王福东发挥创意 将30年车龄的古董机车改装成并排座椅的双人机车 还将农业用的铁扒装饰在车上 反奉当今社会的抓扒子文化 车头上还装了一个大时钟提醒人们要守时 俨然成了校园中最抢眼的机车 这部车花不到三万元就创作完成 一谈到它王福东可说是相当的开心 整台老兵新的兵士级的老兵士做会掉 卖掉一部卖掉一部做会的我把它留下来 留下来我想说就用到这边来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好玩 而让外界最好奇的是 为什么要把这个农用的铁扒装置在车上呢 王福东说这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反奉表现 这个当然是一个 我是用了现成物这样一个装置艺术的观念的起源 来跟凡土的所谓要别这种做绝合 曾经有人想花三十万元买下这部车 但是王福东不愿割爱 十月他将跟朋友一起举办连展 希望能让更多人一起欣赏这辆全台湾唯一的机车 联合报谢静盛台南报导 感谢观看